独特而神秘的生活习俗 2004年5月 贵州台江县台拱镇 有一位叫王安丽的老人过世了 他是当地极富盛名的简纸艺人 这个王安丽的作品 他是看 他看的话不就很丰满 造型很细练 很古朴 他就是用了什么呢 用来做一个少数名租的衣袖花 衣袖花一般是作为这种别袖 还有粥袖 这方面用的 这种袖出来的花样 它温养不能是很厚实 袖出来的花样是相当浮雕式的 王安丽的简纸不是简出来的 而是刻出来的 作品中的主体形象 都没有局部的镂空刻画 而是根据简纸为刺绣服务的实际需求 以锥带笔 以孔呈现 来塑造主体形象的结构和空间位置 构图上根据不同线条的长短和快面的大小 对比来突出主体 构架画面 我看到这种小学 他就说我 他的迷信他就说你还年轻 不送你们做 你得40岁的你们做 这个迷信在这里 我家的老太太 才没送我做 意思是不带娃娃以后才做 他现在就发生有些年轻 才要一个了 不要多了 以前的警警生都不是随时都带娃娃的 那40岁以后才不带 所以他就发到在这里 他都不送这些的意思 欧阳光英家传的简直 多以苗族口传文化中的神话传说 图腾意味的神人神兽 和吉祥花草为表现题材 其中贯穿了苗族早期文化中 对生殖生命的崇拜 以及从自然的神话 到人的神话的演变时序 和丰富的形象创造 贵州的前东南地区 是苗族的最大聚集区 中国苗民族的四分之一集中在这里 苗族没有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 剪刀花的习惯 苗族的妇女在刺绣中使用剪纸 俗称苗花纸 苗族妇女在刺绣中使用剪纸的历史很悠久 在前东南一代苗族中 世代流传的苗族骨歌 拔山涉水中就有关于剪纸的片段 歌中描述了苗族先民远古时期大迁徙时的情形 歌中唱道 姑姑叫嫂嫂 莫忘带针线 嫂嫂叫姑姑 莫忘带剪花 这里是贵州前南地区的都云市 都云有一条著名的石板街 街两边的房谷建筑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生意人 经营最多的是当地的特产和手工艺品 一个叫维邦粉的水族妇女在街上开了一家剪纸商店 商店里出售的都是她自己亲手剪出的作品 很显然 维邦粉的作品属于很另类的样式 她并没有经过老人的传授 只是通过自己的一双小手剪出了一张张别出心裁的作品 维邦粉好像心里有一把尺子 就像预先画好的直线笔直而不走样 维邦粉的家在交通不便的乡下 在家时经常会有村里人请她捡一些在婚礼和丧仪上用 维邦粉的作品参加过全国的民间艺术比赛获了奖 因此维邦粉在石板街的剪纸商店在当地小有名声 她也靠着这个很小的店面维持着家里的生活 在最近的都云市文化旅游节上 政府还把她的作品选做了地方礼品送给外来的客人 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 妇女都承接了更多的家务劳作 与黄土高原不同的是 北方妇女的剪纸有的是对生活的寄托和想象 而苗族妇女的一切都与食用有关 所有的衣食住行都靠自己来解决 自种 自防 自制 自燃 自绣 是这样子的 就是棉花自己种 种成了棉花 然后自己防线 防线人家自己用涂机子 自己的自布 几乎每一天你都会看到苗族妇女一边唱着古歌 一边辛勤劳作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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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堂 可不如